习主席的主旨演讲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评价 具体情况先来看央视记者曹清云从美国发挥的观察报道 美国财经新闻电视台CNBC和美国彭博通讯社各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 关注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而且两家媒体也特别将习主席的讲话精选制作成了专题的视频 我们知道CNBC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新闻电视台 而彭博社是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 受众大多数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界和政界的高层精英 那么这两篇文章也必将深刻的影响全球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 那么这两篇文章我也提炼了一下 加起来是一共九次引用了习主席的演讲原文 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关键字就是全球化的捍卫者 那么CNBC引用了习主席的原话 在过去的数十年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已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CNBC评论这是在中共十九大后 中国进一步捍卫全球化的表现 并且还提到了习主席指出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并还提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 那么彭博社也援引了习近平主席的话 指出我们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那么彭博社也评论说 继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之后 习近平主席在APEC上的主旨演讲 继续释放出了中国捍卫全球化的立场 并且提出各国应当重视解决全球化发展中国过程中的问题 那么第二呢 两大美媒还都特别提到了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CNBC就指出 在保护主义思潮在全球抬头的趋势下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彭博社的报道也指出 习主席提到中国将会加速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贸易谈判 也提出要最大化的增强自由贸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并且继续向着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迈进 那么第三点呢 两大媒体也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报道了 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对外开放的阐述 那么CNBC也援引了习近平的原文说 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的经济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那CNBC也还特别指出 这是习近平主席及前不久在19大报告后 再次释放将坚定不移的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 而且彭博社和CNBC也都指出 就在习近平讲话的同一天 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 也宣布中国放宽金融业外资准入限制的决定 那么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于全球经济的政策制定者 全球的投资者与中国进行生意往来的企业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信号 那么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可以说特别是在今年这一年 我在华盛顿报道的时候 感受也是非常的深刻 无论是在IMF的世界经济 世界银行的年会上 还是在大西洋理事会 全球发展中心这样的全球顶级的智库 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们 他们都在讨论一带一路的巨大影响 那么一带一路对APEC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也就这样的一个话题 采访了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 奥巴马时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 哈佛大学的荣誉校长 勞伦斯·萨莫斯 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How do you se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APEC? I think they're both very important endeavors and I think that everybody will stand to gain from stronger infrastructure in a crucial area of the world and that the world should appreciate what China's doing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 think at the same time it's important to try to pursue its interests with a open architecture in which countries of all kind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which countries of all kind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frastructure 正如刚刚片子中的萨莫斯所说 中国对全球经济体系治理的理念和思路 必将在APEC的议程中 有着极为重要的分量 可以说包括萨莫斯 以及我在美国采访的 不论是美国的专家学者 还是国际组织的官员 他们对此次APEC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都是格外的关注 他们也跟我说 APEC现在已经不仅仅只是亚太的事 也是世界的大事 因为现在亚太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区域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也不仅仅关系到亚太 更是在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 有着沉淀点的分量